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随着新春佳节的余温尚未完全散去 中国娱乐圈的人气偶像与实力派演员王一博 也在大年初九这一天正式回归公众视野 以一种活力肆意的方式宣告了他的新一年营业正式启动 社交平台上 王一博的奥菲秀账号发布了王一博充满青春气息的开工视频 画面中的他身着颇具街头风格的服装 脚踩滑板在镜头前展示出娴熟而酷炫的滑板记忆 仿佛将工作的开始化作了一场遗述表演 这不仅展示了王一博对个人爱好的执着追求 也体现出他对工作与生活的独特诠释 即便是在繁忙的工作日程中也不忘保持真我个性和生活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 王一博此次的营业亮相距离他上一次公开活动已有一段时日 那可是整整一个年啊 在此期间 王一博仿佛成了娱乐圈失踪人口 半点不曾营业 粉丝们对于他的回归期盼已久 其复工的消息瞬间点燃了网络热议 王一博以其敬业精神和对演艺事业的热情 再次证明了自己作为艺人的专业素养和亲民形象 无论是在休闲娱乐还是严肃创作中都能展现出不同侧面的魅力 而在国际舞台上 王一博的影视作品同样备受瞩目 由他主演的短片《我的朋友》 再度闪耀于2024年第7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这部曾在网界电影节中入围竞赛单元的作品 被选为优秀作品进行展映 更是在主页面的展出画廊中占据首位 40部精选影片中 《我的朋友》成为了引领观众进入光影世界的第一道风景线 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导演张大雷以及整个剧组心情付出的认可 更是对王一博演技实力的有利肯定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王一博凭借《我的朋友》成为国内40岁以内 唯一有作品成功角逐欧洲三大电影节竞赛单元的男演员 这一成就无疑在国内年轻一代演员中独树一帜 标志着他在迈向国际舞台的过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这一轮知识也表明了王一博不俗的艺术造诣与潜在的国际影响力 预示着他未来在国内外电影界的发展潜力无限 无论是滑板少年般阳光洒脱的日常营业 还是在国际影坛上屡获殊的实力演绎 王一博都在用实际行动 像是人展现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多七亿人形象 他的每一次亮相 每一个角色都承载着热爱与专注的力量 不断刷新着大众对他才华的认知 并为中国演艺界在国际领域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许如今的王一博年纪上轻 在很多人眼中他还是个流量艺人 可实际上王一博已然在国内外有着诸多荣誉 抛开有色眼镜 用足够公正的视角看待王一博 就会发现这个孩子的前途有多么无量 新的一年 王一博的回归与荣耀相交织 让我们共同期待他在未来的道路上带来更多惊喜与突破 节目最后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勇专角员 超过黃王一博 莓专 召唾 召唾